Hello 大家好 我是C股井 歡迎來到今天的井仔點看 今天是2月2日 星期四 今天想跟大家說說 我們的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 還有我們的何永賢局長 以及規劃處的前處長 也在同一天 即是今天對於簡約公屋有所評論 卓永興更是路軍一班 反對在啟德興建簡約公屋的人說他們 不顧基層處境 獅子山精神只得把口 我們的何局長也在今天在電台節目上重申 用地得來不易 需要啟德的選子 不考慮其他 基本上昨天還是一句疑問句 昨天大家還會在想 究竟何局長會不會在星期日和楊永傑周圍視察後 會改變啟德這個心意 但是這一切疑惑在今天早上 何局長就把他畫上了句號 表明需要啟德這塊地 就不考慮其他的 另外我們規劃處的前處長 就叫做林家勤 他也批評 有人是把啟德這個議題無限放大 相信前處長他所指的人就是以啟德為首的那幫反對派 還有 也包括有提出反對意見的楊永傑議員 楊永傑議員昨天就和大家說了取消了遊行集會 在今天這一集會再和大家補充一下 在昨天還沒有這個取消之前 楊永傑也接受過電台節目的訪問 另外在昨天他宣布取消之後 另外在今天也有電台節目訪問他 那時候何局長已經說了 永遠都是啟德堅定不移 究竟楊永傑他有什麼感想 他自己怎麼說 待會也會一一和大家看清看楚 在節目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留言、訂閱、讚好 最後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掃描旁邊的二維碼 每個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井仔 還有記得按旁邊的鐘仔 我們今集節目就正式開始了 首先說了昨天的事情 在昨天還沒說取消集會的時候 楊永傑上了一段電台節目 主持就問他 其實你搞遊行會給外界的印象 會不會覺得居民是因為擔心私樓的樓價 所以就出來反對呢 楊永傑就認為坊間的意見對於居民是絕對不公平 因為區內就已經有兩個正在興建的過渡性房屋 楊永傑又強調 啟德的居民不是不支持解決劏房 但是核心商業區是不是叫做沒有了呢 主持人也按照他的理解 簡約公屋會影響營業 到時你的遊行會不會號召商界去參加呢 楊永傑就表示歡迎所有人參與 所有人這三個字其實我覺得有點危險 另外原來他們的遊行路線是不足500米 用一個比較具體的形象來說 就是一個運動長圈 然後再加一點路段 如果你是認真跑的話 可能應該三分鐘或四分鐘就已經跑完 如果你是走的話 可能也是三四分鐘應該走完 可能是我這些肥仔才要跑得特別久 然後在昨天楊永傑也舉例 多區的私人屋苑也會受到影響 例如Mikiki商場的上蓋屋苑最受影響 因為會對正影響了警官 接著主持人就問 請問起樓對正有什麼問題呢 楊永傑就說 低層單位的警官就會被遮擋 主持就立即說 不是呀 快地皮本來是商業用途的 如果在甲級寫字樓 在商業大廈更高 到時對於居民的觀感 警官的影響不是更大嗎 你簡約公屋就蓋得不多 最多是一樓、二樓、三樓、五樓的人 警官受到影響 但如果在甲級寫字樓 隨時蓋到二十多、三十層高 受到影響的人是更加之大 楊永傑在這個時候就說 居民直接接受了 然後主持人就再追問 一個三、四十層樓的商下你能夠接受 但為何你不能夠接受十多層的簡約公屋呢 楊永傑就補充 她說不是不接受簡約公屋 居民只是希望啟得的CBD定位不變 她就認為如果政府能夠承諾五年之後就拆走 居民是有商量的空間的 那我就不評論楊議員昨天她說過的話 直接跟大家說說我們的何局長說了些什麼 房屋局局長何永賢在今天 即是2月2日的時候 就在商台節目當中就提到 就說啟德勢運度的用地是得來不宜 當局就會繼續在這個選址興建簡約公屋 另外她也說現在現有的八個選址 已經是最好的選擇 就不會考慮其他的地段 何永賢也提到 在決定選址的時候 就會考慮地區的意見 令到附近的居民都可以獲益 例如是會跟屯門區議員去溝通 知道這一區希望增設一些活動空間 而簡約公屋的地面也會有空間 在興建社區措施 到其實那些社區措施 不僅僅簡約公屋的居民可以用 你住附近的人其實都可以一起用 楊永傑在現在 知道了局長 昨天答應到到處去看 但今天就似乎轉了口風的時候 楊永傑就說 對於當局的說法 早已經心中有數 但仍然感到失望 繼續重申 居民反對並不是不想區內有簡約公屋而反對 強調當局如果可以交代清楚簡約公屋的退場時間表 以及如何確保區內的發展不變樣不走樣 才會令居民安心和可以接受 接著就被問到 咦 現在局長似乎就跟昨天的說法不同 你會不會恢復申請遊行集會呢 楊永傑就說 我覺得除了這個方式 我們還有很多計劃的 但是暫時看不到有什麼具體的計劃 其實我個人來說 楊永遠既然現在知道結果 應該是要繼續去申請遊行 反正原來遊行的路線500米都沒有 即是說 我平時下街買麵包給家人吃 來回那條路應該都長過這條路 其實路線這麼短的話 也方便了警方進行人流管制 甚至乎說 只有500米的話 你找一班警員做一條人鏈 我相信也不需要太多人 我自己反而有些好奇 就是說 究竟啟德的中產門 看到楊議員取消了這個遊行之後 現在也不打算復辦這個遊行 究竟是有什麼感受呢? 究竟啟德的居民會不會去找其他立法會議員幫助 還是自發性出來遊行呢? 這些就不得而知 接下來看今天的重點 我們的政務司副司長說了什麼? 卓永興今天早上在社交網站 即是Facebook開火 不明白為何有些人一方面是支持打擊戶外的衛生黑點 但質疑和反對改善基層家庭生活環境的簡約公屋 更是說沒有經歷過惡劣居住環境的人 是沒有道德力量去反對這些計劃 更反問獅子山精神是否只剩下口 卓永興就指 他負責的政府打擊衛生黑點計劃 是得到公眾的普遍認同 然而政府為了協助最基層市民 能夠早日脫離惡劣居住環境 包括衛生環境的計劃 在啟德和屯門 紛紛都遭受到質疑和反對 卓永興對此有所感慨 他不禁要反問 為何人們會搞成這樣? 為何政府幫助弱勢社群的時候 都會被人反對? 卓永興亦說 他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老香港人 他認為現在最重要是 拯救那群住在劏房的市民 於水深火熱之中 而且這是需要盡早去做的任務 他也說 既然政府認為財政上的負擔 能夠處理得到 資源就應該要用在一些 極度需要急速去救援的 弱勢市民身上 而且也不應該糾結 簡約公屋造價和過度性房屋造價過高的問題 因為他說 兩者的狀況不能直接去對比 然後卓永興也益述 在自身中學時代 經歷過72家房客的居住環境 對於入住公共房屋的他 即是當時 日夜學求 他就形容 那種煎熬 沒有經歷過的人 不能夠體會 甚至覺得 根本沒有道德力量去反對政府 然後卓永興就呼籲 社會是需要團結一致 為基層市民帶來生活上的改變 人身上的希望 和對於其他香港人的信任 這些才是真正的獅子山精神 以及香港未來的繁榮穩定 市民安居樂業的所在 截至中午這個貼文 麥美娟作為民政及青年事務局的他 也有去讚好 大家看到 連政務司副司長都出來說這番話的時候 政府要去解決基層住屋問題的決心 是相當之大 甚至乎這個力度在我眼中 我個人來說 我是覺得大過當時去處理哥爾夫球場的問題 這個力度可以說是過往25年來 我沒見過這麼強的力度 當然在97至2005年左右發生的事 我當時還是一個小學生 可能我沒有太大印象 其實攤開來說 大家都很明白 為何會有人反對 就是因為有少部分人的利益受損 但反過來想 其實在十年、十五年前 過往炒房、炒樓炒到這麼熱切的日子 有一大批香港人是獲益的 甚至乎看過這段影片的你 你也會有所獲益的 但是有賺的那批人 是沒有回饋的社會 也沒有回報的社會 在賺的時候 再加上 以前沒有新冠疫情 甚至乎19年前也沒有黑暴 都沒試過站出來遊行 多謝政府給自己賺了四、五百萬 但是人很有趣 賺就不同人說 不多謝社會 但是自己虧了一、二百萬的時候 就站出來 跟社會說 政府就迫害自己 結果你受害就大聲叫反對 但是你有好處的時候 你就不大聲叫贊成 結果現在看上去 就好像見到政府是單方面迫害他人 其實大家明確點去想 其實只不過有人悶聲發大財 始終買樓其實跟投資一樣 涉及回報 特別是對於炒樓的人來說 買樓你可以看三年也可以 看十年也可以 看三十年也沒問題 如果你是看三十年的回報 即是好像我 如果在蘋果未出iphone之前 我就已經持有蘋果股份的話 相信截至到現在 可能27歲都能夠正式退休了 但是如果有些觀眾 好像買了其他的股票 那我就不開名 隨時可能過了十幾年之後 原本你以為人家是大笨象 很穩陣地去收股息 但隨時跌到停牌都不出奇 所以有時有賺有蝕 這件事真的沒得去說 雖然現在香港的負資產比率是多了 但點多還未去到03年和08年的水平 而且在現階段最多負資產的群組 是在19年後上車的那班 而且是當時佔了呼吸計劃 上車的那班 如果不是一心想把房間拿去炒 如果你是自住的話 其實就沒那麼害怕 如果你一心想買樓來自住 而不是想去謀利 去謀取暴利的話 其實你要害怕的 不是擔心層樓跌的 反而是擔心自己失業供不到樓 其實帳面上的東西 你需要給時間去等待 還有施永青 作為房產界KOL的她 前幾天的報章才說 她預測樓市會呈U型反彈 到將來簡約公屋也有5年時間 而且她說起都要時間 不是現在就立刻有人入住 如果在這段時間當中樓價上升了 請問啟德那班出來反對的人 會不會拿回他們賺的那幾十萬出來 去回饋住劏房的基層呢 而且我自己也會覺得 不是說你有錢就代表你沒有公民責任 你每一個住在香港的人 你也是有公民責任的 除非你打算過來香港住兩個星期就離開 那就沒話可說的 其實大家要知道一個城市能夠順利運作 你有玩過SIMCITY你也知道 為何你會有電呢 因為要建發電廠 發電廠就會造成污染 造成污染 那誰去吃呢 又是香港其他地方的人去吃 為何你會覺得你扔垃圾 就老鳳一定會有垃圾牆給你 那垃圾牆又建在哪裏呢 如果全都放在海裡 那到時臭海的 你住在海景的人又不滿意 所以18區來說 你每個區都總會有厭惡性的地點 厭惡性的物質 不要說垃圾堆填區這些那麼誇張 每一個地方都有垃圾站 建在垃圾站附近的樓宇 又或者一些落成的樓宇隔離 政府才說要建垃圾站 去收集這一區的垃圾 到時你總會有很多東西可以去罵 所以這些就真的沒得好說 政府每做一個決策 都總會有人開心 有人不開心 即是墳化爐 骨灰陰牆 垃圾牆 你18區哪一個區起 那個區的居民就罵了 但是其餘17區的居民 亦都會間接受到好處 所以這一點是沒辦法的 如果真的覺得忍讓不了 那其實可以選擇離開香港 真的這麼不喜歡香港 覺得香港建了垃圾站 你又不願意 建墳化爐你又不願意 建墳藥公屋你又不願意 那你真的可以選擇離開 還有作為中產 你要去移民離開香港 其實是更加方便 你有資產的話 其實其他政府都很歡迎你去進行一個投資移民 你去到英國 你更加可以住大屋 吃牛肉又便宜 喝牛奶買芝士又便宜 其實你可以選擇英國 另外再跟大家分享一些在網上看到的意見 昨天就跟大家說過 連登仔說看到楊永傑搞遊行的時候 在未取消的時候 他們就說要報國安 直至到現在 他們就不再討論楊永傑 真的多了去針對啟德簡約公屋這個政策給意見 想不到這次簡約公屋這件事可以說是黃藍大和解 即是無論是我們這些正常人 還是連登那些不正常人類 其實大家都在說支持政府解決基層市民的住房問題為優先 畢竟香港的劏房質素已經去到一個人道的問題 不是說劏房這兩個字就代表不人道 不過香港的劏房是絕大多數都不符合人道的 即是以一個貴過豪宅的租金 但只能夠租用到一個極小單位的面積 甚至乎可說是慘過坐牢 當然也有部分單位是租金便宜面積相對大 但衛生環境極度惡劣和糟糕 也是這樣說 也叫慘過坐牢 但沒辦法 因為有很多劏房的業主不自樂 大家為了要取得利益 結果將基層市民的生存空間進一步壓榨 而令基層市民的住宿環境推向極端 所以政府在中央支持下 就決定要出手解決這個老大難的極端問題 我用一個極度理想主義的假設去跟大家說 如果現在市面上的劏房 是能夠用一個正常價錢 租用到一個正常合理大小的單位的話 如果市場上自己能夠理解的 政府甚至乎是不需要出手了 但很可惜這個社會 不自樂的業主似乎是更多 結果就令到劏房戶遭受到壓榨 所以我個人認為 如果啟德班中產真的要去追究 為何政府要在啟德起簡約公屋 他們就要首先了解 究竟是什麼人令到劏房環境這麼惡劣 究竟是誰造成這樣 是否劏房戶的業主真的沒有降價的空間呢 對於啟德班中產來說 他們去追究這些問題 他們就不會理會 他們只是關心自己 他們不會關心基層 所以他們首先會去罵政府 因為政府比較好罵 政府夠大 基本上是不能反擊和還擊你 現在是說 卓永興分享個人意見 也不算是代表政府去抨擊啟德的中產 不過也不要說我經常針對啟德的中產去罵 我這裡也給他們一些有營養的意見 其實啟德這個地方比較特別 在19年的時候 大家要知道 19年的區議會是說啟德是有建制派人士贏到的 所以那些居民除了找楊永傑之外 也可以嘗試去找區議員去求助 楊永傑作為九龍中的立法會議員 有很多人投票選他出來 當然楊永傑是需要去跟進市民的求助 但大家不要忘記 九龍中除了楊永傑之外 還有民建聯的李慧琼 既然李慧琼也是屬於九龍中 啟德的居民也可以嘗試去叫李慧琼幫忙 而且李慧琼是有政黨的 而且是說李慧琼在民建聯這個政黨的地位 是不低的 是說主席來的 楊永傑也是屬於一個獨立的候選人 你叫做尋找李慧琼去幫忙 再加上民建聯的幫忙 究竟會不會又可以跟政府爭取到什麼呢 當然不是想去爭取反對這個簡約公屋 但最起碼的 叫做起過八年十年之後 就會確保會拆掉它 之後會起雙下 令到其他居民可以期待十年八年之後的樓價 然後再跟大家看看規劃前處長說什麼 前處長林嘉勤表示 香港的劏房問題短期內不能解決 公屋供應的缺口也較大 政府推出了簡約公屋 由於快板公屋 就可以改善劏房戶的居住環境 並且有助減弱市場上的劣質劏房 帶來的社會效益不容易用金錢去衡量 其實前處長說的話 和我剛才去說 關於劏房的核心問題 概念可說是頗為類似的 然後對於簡約公屋 在啟德選址引來的地區反向 林嘉勤認為市區選址會較居民歡迎 附近的土瓜灣和新蒲江一帶 也有較多劏房戶 相關的選址可以方便他們遷移和生活 至於這個項目被指會加重交通負荷 他表示相關土地本身是預留作為住宅和商業混合的發展 規劃的時候已經有預算交通的需求 而且簡約公屋的居民是不可能以私家車代步的 即使是有商用車 即是叫做搵食車也好 車輛的數目也不會比中產家庭多 以及啟德在近段時間才建港鐵站 公共交通容量較大 相信對於交通的影響並不大 其實交通問題這些不是問題 大家都知道我黃大仙人 我讀中學和小學 我差不多六成的同學六成的朋友都是來自慈雲山 慈雲山又是一個公屋臨立的地方 而且慈雲山是連地鐵都沒有 慈雲山的人都要求建地鐵很多年 但由於一些地勢問題建不了 但又怎樣呢? 如果慈雲山的人又是繼續煮 雖然黃大仙上慈雲山的小巴 天天爆滿價格爆滿 這是事實來的 但是啟德已經有了啟德站 真的不需要擔心當地的交通爆煲 你看看慈雲山的人又是繼續這樣生活 所以完全看不到有什麼問題 至於你說如果真的看到簡約公屋的人 他開車而他那輛不是用來賺錢的貨車的話 那麼個人建議你去舉報他吧 是不是說有些人是隱瞞資產去申請公屋 說起隱瞞資產去舉報這件事 其實我自己就覺得 處理也需要去做些事 大家都看到這麼多官員出來支持政府建屋 當然大家都希望建出來的屋是不會被浪費的 所以例如說會不會有人隱瞞資產 會不會是說在內地有三四層樓可以放租的 然後來到香港的時候 賬面就叫做一元都沒有 於是就可以申請公屋 那好像這些濫用的狀況 就需要去倒絕 我個人來說 就是希望政府將來在賭捷 在查明這些濫用問題的時候的力度 是需要和現在堅持在啟德起樓的力度一樣 因為只是在說現在 連啟德的那個只是在說選子 工人還未埋位起樓的時候 在國內的論壇已經有人開始寫著攻略 如何去計算自己未來更容易去抽中在啟德的簡約公屋 也是那句 我已經重複了十幾二十萬次這個論點 政府在土地問題上是要開源和折留 折留的力度也都不能弱 如果不是的話 就算拿起啟德所有地 你拿起明日大嶼 你拿起北部都會區去建公屋也好 都是不會夠建的 所以政府就需要加油了 不過這些問題是很大很辛苦的 都不期望政府一個月內能夠處理得完 但最起碼現在是在說二月 希望在十二月之前可以見到政府對於一些濫用公屋的行為 會有些新的或者有力度的解決方法去處理 因為這樣才能夠為社會造成一個公平 因為都是那句 公屋是照顧窮人不是照顧懶人的 保障了公屋人的住的問題之後 亦都需要去考慮一下 有些什麼方法可以間接令到公屋的住戶 更加投入職的去改善自己的生活環境 而不是說一旦排到公屋之後 就覺得人生圓滿了 已經不需要再努力了 我先睡覺了 是這樣的 不可以是這樣的 所以開源、折留和推進社會的流動性 都是很重要的 不過這些是牽涉到整個社會結構的問題 這些問題一代人未必能解決得到 甚至你要去解決現在階層固化的問題 可能要用三四十年去解決 就算是我這個年齡的人 可能到將來井仔退休的時候 都未必能看到這個問題 是能夠得到完美的解決的 但是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所以要做的事一定要先做 如果每件事都說難不去做的話 就算我27歲的時候看到香港是這樣 到67歲的時候看到香港同樣都是這樣 看到現在政府這麼有力去改善問題的話 其實是很恩惠的 雖然現在暫時未見到任何成果 但是我自己都是支持政府的 以及大家都明白 我自己的心浩江 其實跟啟德的距離都不遠 將來到其時建屋 都一定會搞到整個區 是一定會整個區污煙瘴氣的 但是我會跟大家說 我最多就是搞笑抱怨一兩句 我不會真的因為這些原因站出來反政府 因為我明白 建屋一定會有層 以及今次的建屋 是促進社會的進步 就不是單純有某些人為了謀取私利 而單純對整個社會造成污染 那麼今集節目就來到這裡了 今集可能說得有點亂 我剛才說的時候 都發現自己有些連接的字眼都說錯了 希望各位觀眾包容 今集就到這裡 我們待會再見 是這樣的 拜拜